午安 今天中 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志宇 今天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到一个电影场面 怎么出现在台湾呢 尤其装甲车出动 还冲撞民宅 这个地点是发生在新竹的 琼林乡一处的透天措 遭到了大兵的特勤远警来进行攻坚 甚至为了担心里头的人 因为拥有子弹还有枪械 所以说特地出动了装甲车来进行攻坚 而且里头其实是一间地下赌场 警方完全不敢大意 才会出动这样的装甲车 里头包括主嫌赌客 总共有16个人被抓 现场还搜出了安非他命 还有K他命 马路上突然出现大批特勤队员 全副武装准备攻坚 没过多久一辆装甲车出现 接冲破铁门试图攻坚破门 要让特勤队进到屋内抓人 铁门就这样被撞破 里头的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通通遭到逮捕 原来这里是一间地下赌场 警方接获献报出动抓人 但献报指出对方的大批军火 才会出动装甲车 不只有赌桌赌具还有十多人 正在里头剧赌 夸张的是现场还搜出改造手枪子弹 安非他命和K他命 事发在三十一号凌晨 新竹县丛林乡 回到这处民宅 铁卷门已经严重毁损 就能力扇门也已经变形 里头火力惊人 幸好没有演变成对峙场面 造成无辜伤亡 会从保一维安特勤队进行攻坚 那现场除了查到赌客14人 赌金46万万也查获改造枪支 一支一支二三级毒品 游行主嫌小弟及赌客被赌博 毒品枪炮罪送败 租下透天措当作赌场 约不会被发现还是遭到攻坚 新年假期前被铲除 附近居民安心不少 TVB 视频宣传宝宝党 社区里头有时会开这种 区全大会但怎么会上演了 警方压制的场面呢 我们先来看到其实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桃园 桃园的这位台日夫妻党 因为想要参加这个区全大会 质疑说整个管委会似乎 没有留下时间让他们投票 因此就跟管委会发生了冲突 所以说后来管委会就找来了远警帮忙 但没有想到冲突事件 就在远警到场之后 发现 因为这对台日的夫妻党 情绪依旧是非常激动 而警方也出动了压制的行动 来压制丈夫 没有想到这个尺度 却让这一对的台日夫妻党 觉得执法过大 而在今天下午 也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来陈旗 欢迎是李明正和远警发生争执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 民众拿出手机录影 远警宣读权力 下秒伸手想要抢走手机 拍摄就因此中断 也就是画面停下来之后 指控远警执法过道 投诉人是台日夫妻党 妻子三年前先回到台湾 他的先生则是在疫情之前抵台 现在在日商公司担任工程师 去年11月参加社区的区权大会 只以投票到开票只间隔三分钟 自己想要投票被拒绝 才有下个动作 拿出白板把计票数擦掉 就是这举动让社区报警 结果衍生出问题 他扑过来 所以我就把手伸出去 就是在这个瞬间 然后接着我就触碰到了警员 还有他的身上 那就这样子 然后警员当下就跟我讲说 好我现在以防外公务 事后验伤投诉人的头背部 双臂双腿都有擦挫伤 先生则是背部胸部和手腕 也都瘀情挫伤 甚至两人手机被摔坏 不排除提高伤害与回损 只是受到指控 桃园分局也有出面 说明称夫妻党有出权攻击才会将他们法办 如今双方各说各话 剩下的只能让法官全盘理清 TB 新闻流视 吴兴燕 综合报导 而面对这一对台日夫妻党的指控呢 其实警方也有话要说 甚至呢也出示了相关的影片 证明其实警方的执法尺度并没有过大 他们是怎么说的 根据分局的描述 他说警方到场的时候一开始当然是使用口头劝诫 但是呢这名太太这名妻子的情绪依旧是非常激动 甚至呢还想要翻桌泄愤出拳攻击 甚至呢还伸手扯了女警的头发 所以说警方才会动用公权力以强制罪 还有妨害公务罪逮捕 也强调说在这一次的执法过程当中 一切都是合法的 被指控爆发冲突的管委会也拿出当天画面 因为有这段纠纷才会报警处理 被逮捕的婚姻女跟黑衣男就被逮捕的婚姻女跟黑衣男 都是指控警方执法过当的台日夫妻党 都被异常制罪逮捕 妻子多了一条妨害公务罪 社区提供影像还原当下 警局也有回应 全赌完全力要逮捕的时候 他还是不配合 然后是有出手攻击 一名同仁有受伤 把时间拉回被逮捕前几分钟 远警一抵达就先口头劝倒 现在是询问你要离开吗 他不是吗 你要离开是不是 要离开的话那不好意思 我们就只能带你们走 警方强调一切依法办理并无不当 同样被控诉的社区管委会 也出面说明纠纷源头 他没有把票放进计票箱 却要我们唱他自己拿出来的票 态度比较恶劣 拍桌子甚至有点大声的喧哗 然后后来有人跑进来跟我们讲说 他会在外面的时候 把我们上面在黑板上面所有的 就是我们那个计票单上面的所有东西 全部用手把它涂掉了 因为我记得没有做法是挥拳打向警察 然后可能一些动作也非常的强烈 如今社区管委会跟警方公开画面 驳斥台日富士党的说法 无论法官如何解读这段关键监视器 住户间的感情都已经出现裂痕 TV新闻蔡明轩 新闻开世界我们要持续带你来关心到 是在2024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赖清德正式成为我们下一届的总统当选人 但是当时各界都认为说 中国大陆会用各种不同的手段 来压缩我国的生存空间 其实在过去的日子 大家已经看到了包括军事政治外交 甚至其他的手段现在都一一出台弹 很明显的中国道的白宝带里头 还有更多可以压缩我们生存空间的工具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到是M503的 这个航线的调整 其实M503的航线在过去 可能大家也都对这个名词稍微有点印象 过去主要还是因为中国道的航线 非常繁忙的关系 所以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规划了 但是真正的划设进来 其实就是在2015年正式执席 当时其实2015年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是国民党执政时期 所以当时这个M503的航线一划设之后 我方就强烈抗议 而且在当时协调的过程当中 是往西稍微偏移11公里 而且在3月29号的时候 开通由北往南的这一条航线 但是其实当时特别也强调 因为距离海峡中线这么近 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 所以在当时也特别强调说 如果遇到特殊的状况 不论是机械问题或是天候问题 一律中国道的飞机会一路的往西飞 就是希望可以避开更多的冲突 但是到了2018年 当时已经是民进党上任了 在1月4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也片面的宣布说 不止由北往南的N503航线 他们要继续的使用 而且再度启用了北上航线 所以说在当时虽然我方抗议 但是中国大陆也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 但是在赖清德当选之后 其实现在恐怕双方的关系 又变得更加紧绷 尤其在2024年 也就是今年的2月1号 也就是明天的时间点 中国大陆已经取消了过去他们往西偏移的 这样子一个默契 还有当中的规定 你可以注意到最新的N503航线 是越来越靠近我们的海峡中线 而且不只呢 其实更靠近海峡中线之外 包括是福州飞往台湾 还有厦门飞往台湾的这些航线 其实也都不再绕行北方的航路 多了从西往东的这两条航线 包括是W112跟W123航线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各界更担心说我们台湾的空域 事实被压缩的更极致 而且也有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政治 以及实际上的军事风险 还有外交部也针对这些事情要求协商 也特别强调说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必须要负责 大陆民航局30号晚间突然公布 争议多年的M503航线 2月1号起要调整 台湾因应时间不到30小时 所谓的M503航线 中国大陆早在2007年就计划 2015年片面划设 我方抗议后向西移11公里 并承诺只有南下航线 但2018年又片面启用北上航线 现在更未经协商取消西移飞行偏制措施 将靠近海峡中线 最近处只有7.8公里 并启用两条东西向的W122 W123衔接航线 福州厦门飞台湾班机 将不再肉行北方航路 专家认为对岸此举 刻意不跟我国民航局协调 未来恶劣天气下将导致潜在飞安问题 大陆官方调整M503航线也引发了外媒关注 宏博社是罕见的出席大陆国台办计程会 并且提问M503的相关问题 这个时机请问是否和台湾的选举有关 是为了缓解相关空域寒路拥堵 多方说法此举是缓解航班增加压力 减少延误情况 但我方陆委会批评 中国大陆实则罔顾飞安 不尊重台湾 M503航线是一条民用的航线 所以陆委会的说法不成立 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的一项常规工作 无需与台湾方面协商 陆委会更质疑陆方此举 以民航包装对台政治 乃至军事的不当企图 并有改变台海现状疑虑 TVB2新闻张家宝 陈旭 张汉文 陈伟文 林敏珍 北京台北报导 所以我们要持续来看到 如果在这个M503航线 持续进行调整的状况之下 对我们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压迫 跟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我们先来看到整件事情 在明天就要正式来实施 取消M503的航线 由北往南的飞行偏制 还有也启用了这两条由西往东的航线 像是WE122跟WE123 衔接航线由西往东来飞行 当然挤压我们台湾的空域 而且对我们的空防监测的压力 也会变得更大 甚至海峡中线的概念还存不存在呢 现在也都是必须要来讨论一个问题 不过不管怎么样 其实大家更担心的是 如果在今天M03航线 再往东来修正的话 会不会其实对我们的空域 还有在整个空中安全上 带来更高的风险 我们先来看到了 朝阳科技大学的系主任 他就说了 其实现在这条航线跟我们的空域 是有高度的重叠跟祥林 甚至大家更担心的是 虽然中国大陆一再强调 它是民用的航线 但是它跟我国的演训区 有很多的交集 所以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说以它的概念来说 这个双方应该要多加沟通 就是避免航机偏航产生的碰撞风险 因为有时候飞机飞行的状况 虽然还是飞在航线上 但是如果过度靠近海峡中线 只要一稍有偏移的话 就很有可能出现了碰撞危机 而且在天气比较差的状况之下 其实风险也都是明显偏大的 再来我们来看到 政大东亚所的教授王信贤 他有说了 因为中华民国不是ICAL的组织成员 在表态海峡无中线的状况之下 其实要怎么样 找到一个可以帮我们主持立场的 一个这样的角色 其实非常难 尤其他也认为说 在520之前会有更多对台施压的表态 事实上在赖清德下任总统当选人当选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中国大陆 已经慢慢有一些挤压台湾的生存空间的工具出来了 下一个有可能是什么呢 ECFA就被认为说 是极有可能再用来压破台湾的生存空间的一个这样的工具 不过不管怎么样以台湾的角色来说 我们一定是做好备战才是指战的这样子的手段跟方法 而现在包括台东指挥部的陆军 也展示了重要目标的反渗透演练 就是希望在春节期间 我们的国防武力依旧不打折 敌军无人机突然出现 国军可不能大意 狙击组则同时于一旁待命 使用干扰枪而不枪为次方案 必须用最快速度迫降敌人的无人机 但这时敌军的特工部队 搭乘汉马车和摩托车 要夺取无营区的控制权 不能让敌人越雷石一步 国军出动CM21甲车M60A3战车 只逼敌人阵地 军技术也从掩护位置拘杀敌军指挥官 更是巾帼不让徐眉 其实训练其实难度真的是蛮高的 除了身体上面的调试 以及心理上面的调试之外 就是还有队友跟同学的互相的鼓励这样子 透过烟雾掩护战甲车前进 平时救难的工兵群也出动 装土机摧毁敌人阵地 住户队一边救人旁边还有其他兵力戒备 用最快速度把人抬上救护车 实战化训练的还有这一块 当然我们也有派部分的官兵弟兄 到兵尖学校去接受实战化 近战化的训练 尤其陆军近期跟美军交流 已不是秘密 花冬一带的反渗透演练至关重要 因为随着共军执行远航训练 和联合战备警巡 加上花冬一带的海滩 例如七星潭也被列为 共军可能的登陆点 所谓的红色海滩 自今日中午12时取 国防部陆续征获中共22架次的军机 以及配合他的船舰 执行联合战备警巡 对于整个区域的繁荣发展 以及未来的这个整体的安全状况 都没有正面的帮助 随着共军持续绕台 国军各单位持续加强战备演训 来看到陆军台东指挥部的官兵 也会在春节极限加强战备演训 也让国人可以安心过年 TVBS新闻花军宣刘婷婷 发自台东的彩虹报道 而我们要继续来关心说 如果在这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 到底谁胜出对台海关系 会有非常决定性的影响 而现在美国再度跟中国大陆表态说 千万不要影响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 CNN就报导说了 其实习近平也向拜登保证说 北京不会干预今年的美国大选 甚至在美中曼谷会谈当中 也重申这样的承诺 事实上其实从之前的拜习会 两人碰面的时候 这个拜登就已经跟习近平表达 不要干预美国选举这样的表态 因为如果你从过去的 相关的资讯翻出来的话 在各国的选举当中 似乎都能看到中国大陆操作的痕迹 根据美国的情报显示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俄罗斯的情报机构 就伤了希拉蕊的选情 尤其在伊朗古巴还有中国之后呢 其实他们都试图的来影响美国大选 所以说这恐怕是为什么 美国这么担心的一个原因之一 而中国大陆会怎么做呢 第一个其实还是从内部下手 透过一些媒体上的工具 还有网络工具等等 来强化美国自己内部的社会分歧 再来特意去行诉说 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政策 还有舆论等等 这是美国曝光北京的间谍目标 就是在内部还有在外部 刻意来分化美国的舆论首相 但是呢其实目前 以现在的美国总统大选来说 最有可能的就是出现 川普跟拜登两老的再度对决 但如果是川普获胜的话 恐怕对台海关系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怎么说呢 像是美国的前国安顾问波顿 就出了回忆录痛批川普 他说如果在当选的话 这个川普很有可能就直接退出了北约 还有限制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只从目前很多的迹象来看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还有呢让大陆更无所畏惧的 可以来封锁台湾 因为他很有可能不会来 持援台湾 如果真的有发生任何的侵略行动的话 还有呢以美国现在来说 其实大家也很明显看到川普要打的 就是美国优先白人至上的政策 有可能会推行所谓的孤立主义 而且呢以他的角度来说 他的说法是川普是一个 完全自私的人会惩罚他认定的敌人 所以以外国的角色来说 外交的部分他很有可能会安抚 俄罗斯还有中国大陆 这是目前这个美国前国安顾问的最新推论 不过我们就要来看到 其实以现在台海的情势来看 大家还是持续在关心 美国到底会如何表态 美国的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回到了华府 也说明他跟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的会谈结果 他也谈到其实在美中关系当中 台海关系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数 台海关国安顾问苏利文上周末和中国外长王毅 在曼谷会谈12小时 双方针对两岸议题有深入直接坦率的对话 苏利文表示台湾选举没有发生重大两岸事件 是美中台三方的努力 只几个月前台湾 held historic elections 没有任何 major cross-strait incident 尤其因为全 sides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worked to reduce miscommunication and misperception about their respective intentions 这一项未有所见在 August 2022 苏利文强调美国对台湾选举保持中立 希望看到政权顺利交接 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也将尽一切可能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苏利文表示南海和东海的摩擦 经济和科技的反制措施 都是美中之间可能的风险 但最重大的风险是台海危机 尤其北京增加在台湾周边空中和海上的行动 也因此密集外交非常重要 TVB的新闻倪家辉 美国华府报导 其实现在美军也是坚定的 对他的盟友来说 展现了坚定支持 其中一个他认立的盟友就是南韩 但是在今天的时候有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出来 就是美军的第八战斗机连队的一架F-16战机 是在南韩的西岸外海上遭遇到了紧急状况 而坠毁还好证明的飞行员是安全弹身获救 这个坠毁时间点是在8点41分 但是这个飞行员在9点半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 而且就上岸来目前持续在1月观察当中 不过如果我们来看到南韩的F-16 美军在这边部署的话 其实从这阵子来说都出现了非常多 让大家比较担心的场面 像是呢 这是从2023年5月份以来的第三次F-16战机 在南韩的外海坠毁 包括是去年的5月份跟12月份 都曾经发生了类似的状况 再来我们来看到其实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 变得越来越诡诀 尤其北韩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角色之一 像是在1月30号的时候 北韩针对了箭矢二战略巡弋飞弹 再度发动了演习 当然以这个金正的角色来说对外表达是 第一个他们希望可以检视快速反击的态势 也提高了战略打击的能力 但是说到这个箭矢二巡弋飞弹 其实因为他的飞行 高度比较低一点 所以更难以被其他的防空系统侦测 也被认为说是一个威胁性 而且对周边国家威胁性比较大的武器 上一次北韩发射这个箭矢二呢 是在2023年的3月份 但第一次试射是在2022年的1月份 这一次呢其实可以说是 这个好几次的试射情况 所以说也让周边的国家变得非常紧绷 但是北韩也特别强调 这一次的行动并不是针对周边国家 也没有要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来造成威胁 但是这样的行径看在周边国家的眼里而立 当然也不是这么想 尤其是在这个星期 我们可以说到这个北韩的军事行动 真的非常密集 已经第三次试射这个巡异飞弹了 包括1月24号还有1月28号 都曾经试射巡异飞弹 所以恐怕朝鲜半导的局势 一时半刻还是非常难以降温 不过回到台湾 我们要来看到 其实我们会说 其实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这样的说法在日本民间 是非常的广泛流传 尤其跟台湾非常靠近的冲绳 当然也是绷紧神经 在今天他们展开了撤退演练 一旦台海爆发战战的话 在冲绳的12万居民就会马上撤离 而在今天他们也进行了演练 大批民众双手抱头蹲低 挤在靠墙角落 不过这不是真的飞弹来袭 而是日本冲绳纳巴士进行飞弹攻击 疏散演习 因应台湾有事 离最近的冲绳也会有事 日本政府成立专案小组 制定在紧急事态时 能最快疏散冲绳离岛居民计划 目标是将12万人 透过自卫队船只或飞机 依序疏散到九州地区和山口县 另外防范中国威胁 今年菲律宾与美国的年度最大肩并肩军演将贴近台湾举行 演习地点外船纳入菲律宾最北的亚米岛 这座岛距离台湾南域只有98公里 去年演习地点的巴丹群岛离台湾本岛约200公里 这次亚米岛距离只有141公里 岛上能监看大陆船舰出入太平洋情况 战略意义重大 菲律宾北旅宋军区司令 近期特地前往亚米岛视察 似乎为这项军演做准备 但美飞如此贴近台湾演习 恐怕会引起大陆强烈抗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以哈冲突的最新进度 过去我们其实探讨一个可能性 就是以色列尝试要把海水灌进了哈马斯 容易藏匿而且执行行动的地道当中 过去大家可能都认为是一个假定的政策 没有想到现在还真的执行了 以色列的军队证实说 他们其实正在抽取地中海的海水 而且注入希望可以摧毁哈马斯的地下隧道的网络 但是这个行动在过去就被讨论说 可能有非常多的争议当中 第一个争议就是什么呢 还是有人质在这个地道里面 如果你海水住进去的话 或许的确你可能会挤压哈马斯的生存空间 但是对其他的人质来说不也是一样吗 再来就是也有可能影响到有限的干净水资源 因为海水住到土壤当中一定会造成污染 而且如果里面还有武器的话 其他的有害物质可能也都会污染到周边土壤 但是呢其目前海水再加上整个弹药轰架的状况之下 才毁了2到4成的地下网络 所以到底执行的状况如何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进行佐证 但是其实以现在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双方人员来说 两方阵营基本上依旧是战役胜 像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就说了 其实现在哈马斯已经失去补给 再加上弹药工艺 至少有49%到60%的高阶将领武装的分子 都是非死即伤 他是这样子预估的 而且以色列军队的发言人说 其实哈马斯有超过2000人遭到了消灭 还有很多的指挥官阵亡了逃跑了投降了 所以说其实只有武力手段才能让他们释放人质 当然就是以色列的说法 但我们要来看到其实或许大家有印象说 其实以哈冲突当中双方阵营来说都希望可以谈一个条件 至少让当中可以停火一个月 虽然不是永久的 但至少喊停一个月有机会吗 目前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渺茫 因为包括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就说了 目标没有实现不会结束战争 但是他所谓的目标是什么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要置哈马斯为一个消灭的禁地 第一个就是消灭哈马斯 还有释放所有人质 而且宝色加萨地区不会再被哈马斯等武装集团所利用 不会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但哈马斯也说了 其实他们早就收到来自巴黎的这个停火的一个相关的 草案跟规定 已经收到了巴黎方案了 但是他们也还是有非常多的疑虑 也喊出他们的条件是什么 真的要停火必须要以色列结束军事行动 而且撤出加萨 而且他们也表示对所有的停火方案 态度都是保持开放的 但是他们的底线就是希望以色列军队可以离开加萨这片土地 但以以色列的角度来说 他们还持续进行很多的军事行动 像是以色列的特工就刻意的乔装医护人员潜进了医院里头 这个医院是在约旦河西岸也声称击杀了三名武装组织的抗议分子 身穿白袍的医师手持长枪出现在院内走廊 一旁男子一手虽抓着轮椅 不过整个人完全站起来甚至剑步如飞模样古怪 也有人敲装成妇女头戴头巾 但手上同样拿着枪械 这群人闯入医院如入无人之境 甚至将院内人员压制在角落 这里是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哲宁 当地时间30号当地伊本西纳医院遭乙军闯入 过程中三人遭枪杀 以色列特工伪装医护闯入医院三楼 声称击杀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哲宁旅三名成员 2015年以色列也曾执行过类似任务 为消灭武装组织手段却引发质疑 美国国务院不愿多做回应 不过针对美军基地预袭 拜登似乎已经下定决心 白宫也表示拜登考虑多重行动 而非一次性攻击 尤其不想让中东战火无限延烧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拜登有的问题 你想要强烈之处 让伊朗不会再做回 但同时 你想要不让伊朗有机会 再加上 不过就在美军喊话反击后 伊拉克征逐党旅 要求旗下武装分子停止攻击美军 显示每一双方都不愿让战事扩大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自从马丘比丘被选为 新世界七大奇景当中 其实很多人到了秘鲁 都一定会到这个城市一趟 但是最近要去到当地 可能要特别注意到 相关的交通问题 还有安全问题 因为在当地出现了 大规模的罢工行动 当中的关键 其实也让当地的居民 爆发激烈抗争 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政府改变了 这个售票方式 马丘比丘居民上街抗议 和秘鲁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警方向抗议居民发射催泪瓦斯 民众拉着布条 上面写着文化部长 不要出租马丘比丘 出租你自己的房子 马丘比丘是秘鲁的 观光顺地 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 又有天空之城的外号 当地居民不满政府 推出新的售票系统 垄断贩卖马丘比丘的门票 让当地居民没钱可赚 秘鲁旅行社员工和当地店家 也展开无限期罢工 导致火车停驶 数百名游客滞留当地 秘鲁文化部已经派员出面沟通 南韩发布旅游警报 呼吁民众 暂时不要前往马丘比丘旅游 根据估计 马丘比丘2023年的门票收入 约有180万美元都没有进入国库 他们才会改革售票系统 没想到引发当地居民 强烈反弹 这次抗议估计会造成 上百万美金的经济损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一个抗议的场面 出现在巴黎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农民用的推拉锡 通通占据了在这个道路上 而这个道路就是法国巴黎 对外的连外道路 为什么农民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抗议呢 主要还是因为认为 欧盟的新法规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而且他们也放话说 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话 不排除在巴黎奥运的时候 还要再来一次 法国农民以拖拉机霸占公路 又震耳的喇叭声表达不满 超过一万两千名农民 含六千辆拖拉机参与 逐渐围攻巴黎 他们的目的是让巴黎人挨饿 施压政府做出回应 不满欧盟法规和廉价进口产品竞争 农民把公路当自己家 准备展开长期抗战 即管法国政府出动1.5万锦利为安 但农民警告若得不到政府的回应 将会在今年的巴黎奥运霸占闹场 另外比利时农民也呼应法国的抗议 在30号封锁了迁往全国第二大港口 泽布铝赫港的主要道路 目的是封锁布鲁塞 对2月1号即将举行的 欧盟领导人峰会进行施压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除了这个农业会影响到 我们的粮食危机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 也恐怕让大家无蛋可吃 就是禽流感 由于气候变先的影响 让整个候鸟迁移的路径 跟着大改变 现在就连靠近南极的企鹅 也被染上了禽流感 而且这个疫情很有可能烧进了南极圈 甚至在加州 也因为禽流感扩散的关系 让他们没蛋可吃 白色的眉毛配上红色的小嘴 科学家首次在巴布亚企鹅 发现H5N1禽流感 引发病毒可能会在南极州 广大企鹅群中传播的隐忧 科学家最先是在这个月十九号 在南极中附近的福克兰群岛上 发现三十五只企鹅死亡 其中两只经裁剪后 验出是H5N1禽流感阳性 之后截至三十号 一类基友超过两百只企鹅宝宝汗 成体死亡 随着季节迁徙的候鸟 是禽流感的天然宿主 导致过去两年病毒在世界各地快速传播 美国加州在一年前遭到禽流感肆虐 导致鸡蛋陷入严重短缺后 如今疫情又再度卷土重来 其中距离旧金山四十五分钟 车程的佩塔鲁马 在过去两个月里 就有近十几个商业农场受到重创 超过一百万只家禽遭到扑杀 当地政府还宣布 索诺马郡进入紧急状态 这波疫情也已蔓延进加州中部 现在为意志疫情扩散 加州受医呼吁农民在六月之前 都将家禽安置在室内 就连必须被放养的有机机也不例外 其有异常改变野鸟迁徙模式 加剧禽流感疫情爆发的风险 也让餐桌上的美食 一个接着一个消失 南方地王蟹是南美洲南端 巴塔哥尼亚地区的标志性美食 每年产季吸引各地掏客 前来打快朵頤 不过在气候变迁 和过度捕捞的双筹影响下 不后量年年下滑 现在为了守护渔业资源 阿根廷的科学家 正在进行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 在这一排又一排的塑胶桶内 正在培育帝王蟹的宝宝 以便有朝一日能野放到海洋中 从空州府看 一格格的盐田仿佛颜料盘一样 在夏威夷可爱岛西部 当地人也正请全力守护传统 沿的结晶在曝晒下慢慢形成 在夏威夷只有可爱岛当地22个家族 有资格采集这种珍贵的海盐 不过在过去10年里 不断受到开发 观光等环境污染威胁 现在又面临暖化海平面上升 让采盐工作的难度再提高 当地村民肩负起岩市夏威夷文化的 重责大任 TVA新闻总和报道 不说到气候变迁 大家最直观的感受还是冷热的差别 虽然说在今年是受到盛阴现象的影响 还有温室效应的影响 让大家觉得这个冬天会比较热一点 但同步也让这种极端寒冷的情况 是不断的在持续发生 尤其是到了中部还有东部 要再度出现15年来冬季的最强雨雪天气 甚至在上海从昨天开始 也出现了超大冬物 上海地标建筑包括上海中心大厦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东方明珠塔 全部笼罩在冬物之中 从高空俯视呈现一种超梦幻的景象 就连渡口都因为大雾而停止 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 是整个上海东北部的 所有渡口当中唯一一个还开着的 其他的包括在吴松的也好 包括在邻近阳朴的也好 都已经临时因为大雾的原因 已经停航封闭了 上海这两天连续出现了冬物 局部地方的能见度甚至小于200公尺 上海浦东的东海大桥 甚至因为冬物 车辆必须要限流和降速到20公里 为了怕重大车祸发生 上海的交警进行了35次开道 帮助一万两千多辆车安全下桥 另外近日大陆的中部和东部 出现了2008年以来最复杂的春运天气 暴雪加上冻雨 有十个省份甚至有大道暴雪 从30号午后起 吉林的长春就开始降下了中道大雪 长春市区因为积雪出动了 一万六千名的环卫工人清雪 长春机场的航班也因为大雪延误 多段高速公路进行封闭 至于辽宁沈阳也因为大范围的降雪 一天出动了两万名的环卫工人清雪 使得周边的高速 例如金省高速大面积封闭 大陆气象局已经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TVB的新闻李廉志 陈向如综合报道 不过对很多的美国网友来说 如果看到自己的存款数字的话 恐怕心情也跟刚刚看到的冰雪一样 真的是天寒地导 但是呢最近他们有个新的流行 就是在TikTok上面跟大家分享 自己这么省钱 而且还可以彼此切磋 最近美国TikTok掀起一种影片热潮 那就是拍片公开自己的荷包 原来是越来越多人认为 只要能够大声谈论自己的财务规划 其实也能间接帮你理财 无论是为了能让别人监督自己 还是透过和人讨论来规划金钱 这也反映了美国年轻世代 荷包不断缩水的现象 美国不少20到30岁的年轻人 除了要付庞大学贷 收入也不一定稳定 因此开销能省就省 从各种串流平台 全美订阅率来看 11月的取消率就比去年多了5.1% 而近期美股不断开红盘 到穷收盘甚至创历史新高 美国劳动市场也持续强劲 但各种经济数字的美好 小老百姓似乎都还是感受不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除了节流当然也要开源 但是以整个地区来说 或许大家会特别关注到 是中东地区 因为可以说是有非常多的经济建设 而且虽然说现在鸿海航线的局势 可以说是比较诡诀一点 但是各界还是非常看好中东 尤其预估在中东地区的经济成长数次 有机会保持在四个 紫色的机身充盛云霄 中东航空产业在天一名强力竞争者 2022年才成立的利亚德航空 背后有沙乌地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当靠山 野心勃勃亚打造世界级的航空产业 去年就传出利亚德航空一口气 向波音订购150架737 MAX 创下波音有史以来的第五大采购案 成为机队扩张最快的航空公司之一 明显看出这个沙国新航空 有意要走出跟其他中东飞航业者不一样的路 这是一个市场的市场 从A到B 从一个沙兰国到另一个地方 即使是在地区或是在世界的地方 不像一些隔壁航空 这些隔壁航空的组织 像是阿拉伯和阿拉伯 这些隔壁航空的主要是 这些新航空的主要是 目标是要带来200亿美元的经济收入 相当于沙兰地阿拉伯百分之一的GDP 力推飞航交通运输 就是要达成沙国王除萨尔曼的2030愿景 中东国家不止是沙兰地阿拉伯忙着推建设计划 国外国家也同样 即起之追 就算在油价低迷的阴霾下 预估中东地区经营两年的经济成长率 还是能达到百分之四 去年包括沙兰地阿拉伯等五个国家加入计划 金砖集团也能看见这些中东大国为了多元转型 积极卖出的脚步 I think the Middle East is going to ride this oil for a while you can see it in Saudi's growth last year one of the best grow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s well look at Saudi itself look at the amount of energy they are putting into no pun intended into solar and into becoming a renewable energy leader in the region and that shows that they understand the need for the transition if you think about data and AI as being the future of where we are going the amount of energy that's going to burn to power these supercomputers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with oil alone diversified energy supplies are going to be really important 就是为了能源转型大推经济多元化 沙兰地阿拉伯王楚萨尔曼发下好语 要让中东成为新欧洲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卡达在经济 还有国际影响力也紧追在后 大型建设计划一个接一个 让中东经济市场打得火热 但专家证为尽管大量热钱投入市场 但中东情势动荡 依旧成为经济发展最大的变数 TV业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聊国际我们要跟大家来的 聊的是东南亚局势 尤其来看到现在在南海上投 当然见指对方的情况是非常明显 我们说的当然还是各界比较关心的 是中国大陆在南海上的一些行动 也让周边国家相当不满 我们先来看到1月20号的时候 越南的外交部就说了有充分的法理依据 还有历史证据对黄沙还有长沙群岛拥有主权 但是在过了4天之后 中国大陆也重申说 其实如果你把时间再往前推一下的话 其包括西沙南沙群岛都是有历史法理依据的中国领土 所以说在南海上的争议其实基本上是持续的在扩大跟升温当中 这样子宣述主权的意味也非常浓厚 甚至中国大陆是怎么做 他们直接在争议当中种植海马草 上面拼什么拼的是中国大陆的国旗 还有中共的党籍这些图样 基本上真的是示威做得非常彻底 甚至他们也希望填海造陆 希望获得更多的土地 根据美国智库CSIS的资料显示 过去10年完成南海的填礁填海造岛的状况 中国完成了16项 越南是20项 但如果换算成面积来看的话 越南造陆的总面积还数给中国大陆 大概只有中国大陆的四分之一而已 但是会不会其实整个东南亚的国家 联合起来就是要对抗他们眼中 中国大陆一些比较压霸的行为 像是菲律宾跟越南 现在似乎是手牵手 不只是照片上的手牵手之外 在行动上也是非常明显 包括是菲律宾跟越南签订了两项协议 像是建立了通讯热线 还有成立了联合海岸巡防委员会 很明显就是要剑指中国大陆 甚至在经济方面 其实越南也承诺跟菲律宾 要达成一些经济上的交换 像是要提供百米从越南提供到菲律宾 因为在菲律宾国内本身有百米缺乏 粮食缺乏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以这样子的目前状况来看 很明显就是要瞄准中国大陆 在南海上的侵略行为 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捕捞海贝 或是在礁石缝隙间减食渔货 这里属于相距不到240公里的 菲律宾旅宋岛渔民传统渔场 如今却遭遇来自千里之外的 中国海警船威胁生计 菲律宾船只 这里是中国海警三三东两舰 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你们的行为严重欺犯了中国主权和安全 立即停止飞小行为 离开此海域 透过配备与盾位大小远高于 飞国渔船的海警船 以及大量武装海警 中方两个多星期前 蛮横驱赶在黄岩岛附近作业的 飞国渔船 甚至派船尾随飞国船只 强力要求飞国渔民 把已经捕到的渔货丢回海里 就让飞国上下忍无可忍 这是菲律宾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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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中国人都没有读义 对不起 因为他们都没有读义 这些行动真的不可行 我们对菲律宾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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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更藉由接待到访的 印尼总统佐科威 与南海周边国家 联手维护共同利益 其中就包括维护国际法庭 对南海仲裁案的裁决 紧接着小马可是周二 亲身来到越南 展开两天国事访问 期间不但先后与越南国家主席 伍文赏以及越南总理 范明正等领导曾会面 双方还签署协议 要设立通讯热线 并且联手加强在南海的 海岸巡防合作 共同应对中方在南海 行进的意味不言可遇 而中方在南海独断行为 所敲响的警钟 不仅回荡在南海周边国家之间 更让国际社会倍感不安 德国外长就担忧 北京当局在南海做法 可能会威胁到这个全球 重要海运商路的航行自由 因此早前借着访问菲律宾 并且参观飞国船舰的机会 宣布扩大两国在海岸防卫上的合作 并且为菲律宾提供 无人侦察机等支持 至于南海延伸出去的南太平洋上 岛国纽西兰除了提高警觉 更进一步考虑加入美英澳三方 所组成的安全伙伴关系 也就是AUKUS 正与澳洲展开为期两天 外交与国防部长2加2会谈的 纽西兰外长 周三除了表达对AUKUS的关注之外 还以不点名方式 暗指中国近年来快速填补 太平洋地区的权力真空 因此呼吁美方应该要采取行动 加强对南太平洋的参与 以便抗衡其他国家的政治影响力 这种对北京当局 保持担忧与质疑的氛围 让美国一方面派出国安顾问苏里文 上周在泰国与中国大陆外长 王毅展开会谈 双方同意推展两国元首电话会谈 也就是败息通话 试图藉由加强沟通来管控风险 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则毫不遮掩地点名中国与俄罗斯等专制国家间的紧密连结 而加强防备来确保美国自身安全正凝聚成高度共事 对于高举全球化大旗的北京当局来说 要如何缓解国际社会持续增温的戒心与不信任感 已经成为重要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跟新加坡互免签证 但是反而让中国大陆的网友很担心 会不会去新加坡反而还要被罚钱呢 怎么一回事 我们现在来看到其实在2月9号开始 两国持普通护照就可以免签入境 甚至中国大陆的东南亚黄金线路 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跟泰国 已经全数的对中国大陆免签 而中国大陆现在也希望可以更加开放 提升他们的护照含金量 因为在全球的排名的状况之下 他们还是属于中下的一个层级 但是我们来看说到到新加坡完 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一个法令 非常严格的国家 很多网友也担心说 如果你去了新加坡的话 可能一个不小心就要被罚钱了 像是如果你今天用了别人的WiFi的话 小新会被视为骇客行为 不只是罚款还要关三年 但喝酒公共场所饮酒 也是要特别注意到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不能吃口香糖 也不能乱吐 也不可以在吸烟区以外的地方抽烟 所以也让最近微博的关键字 第一名是什么呢 新加坡免签一不小心就变穷狂蛋 很担心自己会被罚钱 再来我们来看到说到新加坡 现在他们的政局 似乎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情况 主要执政党像是交通部长 易华人就被指控说 贪污还有妨害司法的20T条罪 最高有可能会被罚到233万的新台币 还有7年的监禁 这也是近40年来 首次有不涨及的官员 因为贪腐案件产生 而因而下台辞职 所以政治的分析家就认为说 虽然说人民行动党也是目前的执政党 还会继续执政 但是地位已经被挑战了 甚至就算持续执政的话 还有其他包括高龄化 通膨还有人民收入不平等 这些危机都必须要来解决 还要回到台湾来关心到 是台中银行董事长 涉嫌花豪车飞机而因而生涯 停车场停满好几辆名车 专案小组小心翼翼查扣 因为这些车价值有如豪宅 光是这辆劳斯莱斯价值3000多万 其他名车 宾利 奥斯顿 马丁 都是千万起跳 名车的主人都是他 台中银行各分行开幕 都能看到董事长王贵峰现身剪彩 他被爆出涉嫌挪用10亿公款 过上豪奢生活 他担任台中银保金负责人时 把董事长合决权提高到1亿 租下各式豪车当公务车 实际上却是私人逮捕 还向超跑租赁业者租私人飞机 多次公报私账 带亲友出游 多年来以公司名义赞助 超跑业者的行销公司 总共害银行和保金公司 损失10亿多元 超跑业者周哲南 在超跑圈很有名气 曾协助国保集团总裁 朱国荣逃亡 这回也遭到约谈 检调发现 他和王贵峰关系密切 检调查出周姓超跑业者 位在台北市中山区的豪宅 请自用一楼 无偿提供给王贵峰使用 而正面的专潢费用 也是王贵峰动用银行 和保金公司的钱 截掉查控王贵峰 骑两名车两辆重机 还有劳力士钻戒等奢侈品 并冻结50多个金融账户 他和周哲南 以及保金公司董事长 赖利兹遭生压境界 其余19名被告 以10万到300万元不等交保 合约线不是他自己可以调 那是经过他们的 按照公司的规定 就是如果有董事 他董事局决议 这个我们就 都没有去研究这个东西 台中银行表示 已经推派代理董事长 公司正常运作 业务不受影响 希望在判决确定前 才无罪推定 交由司法厘清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